警犬跟原警一起巡邏 警犬跟原警一起巡邏 身上和穿著印上警惠的制服 衍生專注像雷達掃射一般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日本電視台NHK來台灣採訪拍攝 主角就是這隻名叫霸王的警衛犬 他是屬於靈敏性比較高的 所以有了他來加入我們的 警察工作的巡邏任務的話 會是一個有加分的效果 NHK電視台遠都重陽 來到台灣拍攝霸王和原警 在工作上的點點滴滴 播出後大受歡迎 台南2015年率先全國實施 零扑殺政策 鼓勵各界領養流浪犬 連日本電視台都來拍攝 不過這隻爆紅的霸王犬 也曾經露宿街頭 還頻頻遭到驅趕 直到所長去年任養他作為工作犬 彼此間也漸漸培養出好默契 我們比較偏鄉的一個 警力比較擔保的單位 來適合領養這一些流浪犬 來作為工作夥伴 霸王完全不怕生活力十足 所長說晚上在他巡邏 霸王勢力好 一看到果園有陌生人接近 就會跑上去追 深受長輩和男人喜歡 這回還紅到日本去打響知名度 這也賴關章潘英文台南報導